書展最後一天 書相促銷大減價 書迷趁機掃火 榴槤BB的色都只得拳頭這麼大 這麼小時候怎麼令人榴槤忘返 不用怕山涉水 不用氣,拿氣喘 市中心一樣有山有水 究竟是哪兒馬上東窗西亡 歡迎收看東章西望 大家都很關心 高鐵香港段一地兩檢的方案 今天政府召開了記者招待會 公布一些詳情 所謂一地兩檢 乘客可以一次過在西九龍站 完成香港和內地的通關程序 將來落成的西九龍總站 一共有五層 來說的乘客 首先是B1這一層買票之後 再落兩層去到B3 這一層會先辦理香港的出境程序 之後就去到內地口岸區 辦理入境的程序 完成之後再落一層去到B4 就可以在月台登車了 至於抵港乘客的入境程序是怎樣 首先去到內地口岸區範圍 辦理出境程序 接著再辦理香港的入境程序 一地兩檢的方案 都是希望乘客在旅程的時候 就更便捷促進我們香港的旅遊業 至於以下這個活動 一定可以促進我們香港的出版業 加上我們大家的閱讀風氣 一大批市民在灣仔匯子門外 大排長龍, 如冠移入 原來是為了來到最後一天的書展 他們都把握機會最後衝刺 搶購自己的精神食糧 場內人頭湧湧, 直接插針也插不進 但你現在拿這麼多一本 那打算看得到甚麼時候 很多 很快看完一本書而已 星期四, 星期四買的已經失滿了季 對, 星期一都沒有你 誰知道還比星期四更多 有出版集團出了一個 書籍銷量排行榜 首十位入面甚麼種類的書都有 可以說八花齊放 我們今年看到十大唱燒書入面 有兩本食譜 有兩本自傳式的荔枝心靈的書 也有兩本香港式的漫畫 也有少量的教父類 而我們第一唱燒書就是頂爺廚房 它的燒情給了很大的驚喜 我們第一版印了六千本 我們截至昨晚收工 已經賣了五千五百本 今次我見到一個很特殊的現象 很多男性買頂爺的書 而且一買是說拿三至五本 有一天我見到一個讀者 一跑進來就拿著五本去付錢 我走過去問他 你是頂爺的朋友 他說不是 我說你為何買那麼多 他說我就是買來送給我的男性朋友 是啊 是嗎 我很喜歡去煮這些食物 為什麼 很簡單 而且很好吃 不用很複雜 有很多配料 所以煮得很好吃 我也試過看完電視之後學煮 他很嚴長的 我平時每晚都會看他 看回以前那些是怎樣煮的 有幸 也很感謝觀眾 還有那些欣賞我煮的餐廳 還有多謝TVB搞你的節目 我才有人認識我 那要不要還書債給哪些朋友 很多書債要還 我正在備 我還要跟出版社訂 現在要翻印 恭喜你, 頂爺厲害 謝謝… 那有沒有私底下送一本給阿譚 譚玉英姐姐 他不開聲, 我送什麼 他一定會 因為八號風球 落黑搞到書展硬生生 沒了半個星期日 所以主辦單位 就決定延長最後兩天的閉館時間 總共多了三個小時 都不知道能不能追上去 所以書商門都有招出招 把價錢一砍再砍 一百元六本, 五十元飲鈴 誓要把所有書都賣出去 五十元飲鈴, 飲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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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飲鈴 好書, 飲鈴, 飲鈴, 飲鈴 打了風餐很遠, 還打了星期日 因為星期日很多人 是星期日放假才來買 我們星期日 其實遇到一些作家活動 都被迫取消 雖然大會延長了時間 星期一、星期二延長時間 其實都保不回 因為有些人是星期日才來到 星期一、星期二是來不了的 所以生意真的很受影響 都跌了一成 所以我們現在很努力去做多些生意 看著大家大手大手拿 好像不用錢一樣 這樣買法, 各位看不看得完 自己看還是買給誰的 我自己看, 還有孫子看 有沒有數過拿了多少本? 沒有… 要想大約有多少 有沒有三、四十本? 沒有, 二十多本 二十多本? 那用多少錢?二十多本很貴 五十元而已 我之前買了一些他喜歡看的圖書 而且買了一些…因為星宗 想讓他有個預備 就買一些雜作給他做一下 我看你今天來也有買雜作 還有幫朋友買 是嗎? 對, 我身負重任 所以托車行李? 對, 托車行李買 那你整個暑假不用玩了 都玩了, 做快一點便可以 書展這麼快就圓滿結束了 對, Heidi 你今年有沒有跟女兒去行李? 今年沒有去 因為每逢去書展前 我都會打開自己的書櫃 檢查去年買的, 究竟看了多少 我發覺去年我都買得很狠 所以存貨是還有的 今年就沒有去 再加上今年也有流感 我自己的小朋友比較小 所以我也有考慮這個因素 那你呢? 我看到你去書展獲獎 有沒有趁機走上和買書呢? 沒有, 很可惜 因為我那天也很忙 所以一拿完獎我就走了 其實很可惜 因為我每年都會去書展 而且我自己是絕對不會沽寒去買書 因為我經常覺得 你用一百幾十元就可以買 作者用很多年 甚至用很長時間的心血結晶 還有他的智慧是多值得的 其實智慧是無價的 你這麼喜歡看書 一定很喜歡那股濃烈的書卷味 如果你喜歡吃榴槤的話 那種震震的榴槤味 你都應該很喜歡 滴滴色色, 只是拳頭這麼大 這些叫寶寶榴槤 是來自泰國西部 榴槤這麼大 最適合一個人讀吃 每星期只翻三次 每一次都一千五百個 這家生果店 眼見香港沒有小榴槤賣 所以在泰國大批入貨 寶寶榴槤侵集貨倉 老闆娘開門第一件事就是拍… 老闆娘, 為什麼你這樣拍榴槤? 拍榴槤是哪些熟, 哪些生 要分… 怎麼分熟還是生? 如果它熟, 它有點空腥 如果是生, 它會這樣, 又沒有腥 你買了多少個榴槤? 差不多一萬五千個左右 我們說沒有貨, 如果給客人訂了 他就在這裡求求你 求求你? 對… 是給我榴槤… 不是, 我是澳門來的, 很可憐 有些抱著寶寶, 我們也要給 寶寶榴槤有分不同的尺寸 最小300克, 大一點的就是1.3kg左右 每kg賣110元 除了尺寸小, 收割方法 也有別於坊間的泰國榴槤 平時的榴槤是六成熟 摘下來, 用船運過來, 焗熟它 寶寶榴槤是雪上熟的 摘下來用飛機空運, 兩天都到了香港 雪上熟的味道甜很多 不是吧, 保持新鮮 不過, 寶寶榴槤小時候 會不會沒肉吃呢? 馬上開箱看看 很金黃色 500克的榴槤有差不多六顆 一般都是這樣嗎? 差不多了 很清甜, 很香 跟貓沙皇差不多, 一樣是這麼甜 金針頭多肉, 但這個比較甜 喜歡金針頭多點還是這個多點? 金針頭多點 為什麼呢? 都是肉 夏天除了吃果黃榴槤 又怎麼少得這款涼透心的選擇呢? 你別以為橙色就是蝦蜜瓜 其實它是… 橙肉西瓜 因為橙肉西瓜 對比起一般黃肉橙肉西瓜 它是甜度特別特別 而且你會留意到這個西瓜的皮 比起我們平時西瓜的皮 相對會更薄 有本地的有機農莊 也嘗試種植新品種的新蘭西瓜 不過只種50個 數量這麼少, 這麼珍貴 當然每一個都要用瓜袋保護它 因為去年的冬天不夠冷 所以令很多蟲蛋都沒有冷死 所以今年夏天暖暖的時候 很多蟲大規模地爆發 所以這個瓜袋可以保護我們的西瓜 不需要受到蟹蟲 例如瓜形的侵蝕 我們嘗嘗橙肉西瓜 是否真的這麼甜, 這麼多水 其實那些紅肉西瓜是很粉的 這個呢? 爽得來呢? 又甜 BB榴槤和新蘭西瓜 都是夏天期間限定 今個夏天就大口大口品嘗新口味 香港的寸金尺圖 什麼都現在開始說迷你尺寸 就像剛才的BB榴槤 接著我們有些人養小狗 已經夠小, 還要再養迷你版 又有迷你傢俗 連住屋也要住納米單位 不過有時候越迷你, 可能越矜貴 就像某牌子的手袋 越小越難買, 而且越貴 所以未來的東西 真的可能小到我們想像不到 那倒是, 未來的我們真的不知道 唯有穿越時空 超時空男神人氣急聲 今天劇中演員來到主食中心 和一群小朋友齊齊合力 製作超時空蛋糕 期間他們還不小心透露了劇情 太子妃, 你跟我們回明朝吧 好嗎? 不是, 我是光耳珊 別玩, 你別玩 不要整天 二小姐…二小姐是我的 一劇看 你們倆是否不知道什麼叫焗牌 現在好像正在焗蟹 現在已經在焗蟹 不是, 其實… 我們看完這套已經不焗蟹 習慣了 因為我們受到蕭靖南和曹永廉的 那些懶惰 那些懶惰呢 那些懶惰已經是… 我現在甚麼都無法進入 那我哪個焗蟹最多 那些懶惰最多 其實是他們兩個自己 自己又要不斷弄一些懶惰 但自己又無法取笑 所以最後就是NG 不是… 不是吧 你們可否從誰說出來 這樣的答案說出來 三弟三弟 三弟… 三弟也很久熬了 阿廣他自己忍笑更重要 但他很重要 他有時候忍不住 因為他NG很多 對… 但… 對… 不滿意就不滿意 但他很聰明 他很哄得我們開心 就算了 現在這套劇正在熱播 而且還大受歡迎 阿廉和蕭靖南 你們會怎樣回饋給觀眾呢 如果有三十點 阿廷…三十多 阿廷都會穿泳褲 是… 那你們呢… 我們… 到時我們還不穿嗎 我們負責塗太陽油 幫阿廷 不是這樣 那些穿泳褲 人家穿泳褲 人家就不看我們了 對… 不用攀聲攝水 不用汽羅汽喘 市中心一人有山有水 還可以將香港全景一攬無遺 等一會尋找鬧市靚景 回來東張西望 最近有個調查指出 有1%的受訪者 你認為現在是最佳的置業時機 不過那99%的人就不用擔心 因為大部分人的意見都和你一樣 其實應不應該買就要看了 因為很多人說股市是走於樓市之前 你看近期的股市繼續升 很多藍手股就繼續破新高 如果根據這個理論 樓市是否應該繼續升呢 不過現在已經很貴了 所以你說買不買樓就見仁見智了 對, 有時真的想爆頭也不知道 我最近很認同有一個專家說 他說樓價應該會長期在高位賠回 不過這不是好事 代表很多人都在做樓爐 還有在高位購買成本越來越高 有時這樣的話 一層樓隨時不是供三十年 可能要將樓債留給下一代 甚至幾代 父母一生兒女債外聽過 你說如果現在父母的樓債 要繼續給孩子去背 那就第一次聽 雖然香港樓價好像很不合理 不過不用擔心 我們香港仍然有很多好玩、好吃 好看、好買的好地方 逢星期二的固定環節 這次帶大家上去行山看美景 天氣滿熱 想到戶外吸一口新鮮空氣 又怕太熱、太辛苦? 其實市區一樣有不少的小山優 一樣有山、有水、有美景 行山, 誰說一定要長途不洩 有些氣來氣喘 質如沖附近有一條隱蔽小徑 沿途綠樹林蔭 就不時聽到水聲 跟著水聲, 短短十分鐘路 就會發現這個這麼漂亮的地方 看到也會透心涼 想不到距離市區這麼近 就有一個有山有水的地方 夏天來到, 感覺真的涼透心 沿著排水渠走到盡頭 水流由山上而下 在渠口位匯成了一個水池 溪水是由柏架山流下來的 相當澎湃 一邊就可以看到城市的流景 另外一邊沿著排水渠再向山走 很快就會進入則如沖這個秘密厚花園 說明是厚花園 當然有隱世的美景 只要上到柏架山的高位 就可以從另一個角度欣賞香港 話說要走上山 不過還是走樓梯而已 上到沙基灣上食水配水庫 沿著山路走 經過一片隱密山林 短短路程 就由熱鬧的城市 走入一片綠色的郊野 去到康柏郊遊徑這個位置 踏出這條山邊的小徑 還有新發現 驚喜 這個景色很漂亮 一口氣望香港九龍新界 山頂的朋友, 大家好 不用上山頂 就在柏架山道路旁這個平台位 跟山頂的景觀台一樣 將維廣東面的景色一覽無遺 很漂亮 登山路不算太難走 上去只是美景, 加上震震的涼風 的確是市區之中 一個放鬆的好去處 廣島柴灣有一個西灣山 除了可以親親大自然之外 還可以上歷史貨 Fat, 這裡看上去好像一道閘 為什麼要出現的 是閘門? 所以只要ake得中 涼風一樣 也不是在閘門駚山 不是在閘門駡山上 其實再帶出一道閘門駡山 就覺得漮動駡山 就是几乎震營 這村裏的維廂 是廣門駡山 才是約要動 當地一個敘門駡山 在西灣河山上 這個山洞其實是軍火庫 所有的軍火需要防禦 所以放在深深的山洞裡面 即使有炸彈在山頂爆也好 也不會令軍火再一次爆炸 這樣就全都損壞了 西灣炮台已經改建為公園 不過建築物仍然獲得保留 大家可以想像當年首位森嚴的情況 可惜大炮已經被撤走 只是留在當年放置高射炮的位置 如果不是, 肯定更加震撼 這些黃色的圈圈是什麼? 這裡當時有兩支六寸口徑的大炮 而這圈圈是大炮的腳架 以前的炮海向這邊 因為向這邊是向海 以前這裡沒有那麼多植物 所以很容易看清楚海面的情況 昔日的軍事種地 現在成為遊人休憩的地方 山上視野廣闊 可以遠眺山下和對岸的景色 九龍區同樣有一個既方便 景又漂亮的好地方 沿著神運經十級而上 就可以去到深水埗的南蛾山 這個名字有點陌生 不過大家認識的 就是山下麵包廠房的名字 對, 走了十多分鐘之後 就會來到這個平台位 你看多漂亮 還有很多人在拍照 這個平台位, 好像一個觀景台 前面沒有遮掩, 絕對是一個拍照的位置 不過拍照的時候, 記得要注意安全 對, 常常說隱世當然會留意到 還有一向都知道這個是市區很容易上來的山 因為這裡已經很不同了 左邊和右邊 這裡可以拍照比較高一點 但這裡可以拍照比較舊區一點 其實已經有一個對比 因為我是絕修機灣 然後其實… 你這麼遠特地過來嗎 對, 因為這裡漂亮 所以就等日落拍照 是 可以看到應該是岸船洲大橋 又看到深水埗 是 可以拍一下車軌 還有晚上, 等人回家 等人放了工, 回家後開燈 這樣就比較漂亮 其實喜歡香港人多一點 接近黃昏, 人越來越多了 欣賞市區的日落美景之餘 還可以享受鬧事之中的寧靜 近年, 這裡還成為觀賞日落 和拍夜景打卡的熱點 入夜之後的景色, 感覺完全不同 而且看見這麼密集的燈光 就覺得真的是香港獨有的夜景 日頭居水馬龍 黃昏夕陽影照 入夜晚加燈火 香港的三種美態 在山上都可以一望打盡 真的很漂亮 以前說到行山 你現在一生的運動服 或者是便服穿得比較隨便 但是現在去做運動 其實你也多了一個目標 就是要拍攝自拍、打卡 所以我覺得在穿衣方面 甚至乎樣子也不能夠太鬆懈 但是如果一個女生 本身不太會襯衣 又不太會化妝 但行山都想拍到女神照片又如何呢? 當然要平日的護理 又或者大家就要向她們弄一下 Cisley和Ashley兩位美女 這天一起開直播 分享她們的化妝心得 不知道她們夠不夠膽掃眼上陣呢? 我覺得自己的化妝技術都可以 如果大家見過我掃眼的話 你不要這樣塞下自己吧 對, 而且很漂亮 但我很難可以開直播教大家化妝 因為我沒有這麼勇氣 由零開始 對, 送人去見大家 你不要這樣吧 你是方小姐, 你很漂亮 謝謝 兩位韓國化妝界的KOL 更加來到香港 她們還即場表演 不知道她們在BigBig Channel開Live 化妝有甚麼感覺呢? 我認為因為它太多的觀眾 我認為它會遮蓋所有東西 所以你需要的所有東西就去到BigBig Channel 登記成為BigBig Channel的用戶 贏取迪士尼樂園門票的遊戲 已經順利完成了 第二階段的400位幸運兒 也全部抽出 名單由今天起 會在TVB的Facebook專頁公佈 以BigBig Channel 繼續有很精彩的直播 好像在明晚九點鐘 就會有麻將王大賽的第二回合 第二戰 看看誰成為麻將王, 泡泡都吃虎吧 直播越夜越精彩 明晚十一點 還有時帝黎耀祥開Live做導師 和大家上戲劇人生第一課 想向長歌透視, 增進演技 千萬不要錯過 Patrick Sir, 如果你開Live 你會做甚麼呢? 我當然要賣個關子 讓大家期待 我也會不定期地跟雷雷做Live 還有我們會繼續在東張西網 直播完這裡之後 我就繼續開BigBig Channel 大家留意吧, 再見 再見 每次都會影響睡眠質素 留意東張西網 MING PAO CANADA